大家好,我是泛舟 这是两年前种下的一棵荀子 当然两年以前 种下的时候不是这样种的 它是怎么种的呢 我演示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我之后调整过的方向 以前是这样种的 这样 然后最后 我发现这棵树应该能做成悬崖吧 这是我哥哥以前养的 所以他送了我 所以我才把它调整成 调整成这个样子 做成了悬崖型 这棵树还要再调一次 这一次只是初步的调整 因为这棵树它从上 从这上面下来之后 感觉这下面的这个位置 没有做到回手掏的那种样式 所以这个地方到时候还要 这个地方到时候还要往这边收一下 这上面的根先让它先养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然后调整的时候 把它往这个方位来调 大概是这样 这样来调 这一根枝条先让它放痒 等它长出了之后 然后再进行缩解 现在还不是实际 还不动它 暂时不动它 既然都已经把它抱上来了 今天还是要收拾一下它 因为这个桩 大家不知道发现没有 这一个厨子 它把最经典的这一个位置 变化 变化到最好看的这个位置给挡了 然后现在就是要把 这一根把它剪掉 把这个地方把它露出来 让它显得更通透一点 这样一剪 是不是这个位置的变化就出来了 这位置看起来是不是要更通透一点 然后主要是把它更好的观赏面 给展示出来 这些地方都已经爆皮了 看起来特别好看 然后这个位置 这一个字条 也把这个位置给挡了 现在也要对它进行一次缩解 或者是用铝丝给它带一下 把这个位置凸出来 先用铝丝带吧 感谢点准备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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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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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位置的话 因为它枝条还比较细 还需要放氧 先暂时不动它 到秋季的时候 然后再重新对它进行修剪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群子 不知道让人们看清 这种群子它和平支群子的区别 就是果子要比平支群子要更大一点 但是它的叶片没有平支群子那么小 没有平支群子那么光亮 各有优势吗 这支条还需要进行放氧 太细了 等养一段时间 养得特别粗了 然后再对它进行缩减 这些是提前我用女士给它打个弯的 暂时不惯它 大家喜欢群子吗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吧 我是范周 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一个免费的关注和点赞 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和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